繼續再來關心的是總統馬英九去年宣布 延漲電費到今年10月 而今年10月真的會漲電價嗎 經濟部長張家柱今天就說 會按之前公告的如期漲價 那10月的電價會漲多少呢 經濟部官員表示 漲幅大約是9.1%不到一成 核電議題持續延燒 電價會不會如預期在10月份調漲 大家都在問 對此經濟部長張家柱態度堅決 已經公告的事情 那已經公告了 一旦核四通過商轉 電費是不是就不會調漲 民進黨立委黃偉哲認為 就算核四通過 電費調漲是勢在必行 重點不是漲不漲 而是漲多少 他表示問題的癥結點 還是在台電 即使蓋或不蓋電價就要上漲 我相信只是漲的幅度不同而已 但是我們只看到 這個時候只看到電價要上漲 卻沒有聽聞到 就是說台電中油 或是我們的國營事業的營運績效 如何提升 如何減少浪費 所以我們這部分都沒有提到 年底電價調漲與核電公投不期而遇 時間點上是否有些敏感 國民黨立委賴世保認為 電價調漲與核四無關 台電要是虧錢就是要全民買單 政府應該早點擬出適當的解決方案 不漲的結果就是窮人去補貼富人的用電 用電少的去補貼用電多的 這是不爭的事實 過去台電說要計算一個叫用電的公式 電價的公式 好像還沒出來 我們希望他趕快出來 核四續建也要漲電價 核四停建也要漲電價 看來十月電價很難不漲 民眾想不多繳電費 還是想想怎麼省電比較實在 雨天TV張崇敏 陳希文 台北報導